这几天,骑自行车从成都走川藏县到拉萨的朋友越来越多,发生了很多路线,也流传开很多经典的川藏县留言。 我觉得,最经典的留言是,上坡入磁石,下坡入那溪。 今天,八月八号下午,我精神地暖山体会一下这句留言。 开始上坡了,先说上半句,上坡入磁石,张这么大,我还没有吃过磁石,当然设计上很多人吃过,因为我喜欢吃肥肠,理论上说,吃过肥肠你都吃了。 但是,这不是主动吃的,所以也应该不算吃过,我相信,我那些喜欢骑自行车的朋友,建勇啊,小伍啊,草蒙啊,琳郎啊,想飞啊,他们也应该没主动吃过磁,因为磁真的不是人吃的,是狗吃的。 但是,现在的狗也很少吃湿了,都吃狗粮了,或者跟着主人家吃饭在了。 小时候在农村,那时的狗真的是吃湿啊,还吃得很香。 记得几年前到贵阳旅游,当地的朋友亲吃狗粮,好香啊。 我大口大口的吃,一边吃一边喝着冰的白色口,安逸馋了。 朋友很自豪对我说,很好吃哈。 嗯嗯嗯,我一边点头,一边又夹几块,忙进嘴巴。 朋友继续说,这家买的狗肉,是最有名最好吃的。 你,你晓得为啥是不?不要的,这些狗全是吃湿上大的。 哦,怪说不得能个香哦。 我恍然他,我又夹几块,忙进嘴巴。 当时,突然心头勇气正乱流,很感动。 我被这些吃湿的狗感动了,太伟大了。 吃的是湿,长的却是香喷喷的狗肉。 这才是真正的独狗啊,是保持了低级趣味的独狗啊。 现在这个年代,要保持低级趣味,太难了。 开始下铺,难以啊。 现在,说穿上线,这句最经典的留言,下半句。 下坡,如那锡。 长这么大,我哪个锡? 我相信我那是喜欢骑自领车的吧。 小五啊,建勇啊,草蒙啊,想飞啊,你男啊这些。 他们也拿过锡。 那锡是正常的,也不丢人。 我那老,死是来的你锡了。 终结出,那锡的最大特点是, 你人的一直会转移。 当我没有死,去想拿的时候,拿不出来。 当你有死,想忍的时候,忍不住。 好像有点像爱情。 勉强来回着,勉强不来,都痛苦。 执行车下脱火那锡,太香了。 尤其是现在这种路。 破不得,玩不得,多面平。 修都很快的,三十几,四十几,五十几,一百几。 行头越紧张,修都越快越紧张。 路上千万不要过出动石头或者一个弹棒。 那就糟了。 就想跑到车上脱下裤子准备拿袭,突然发现没带子。 那个时候想杀死杀不住你。 突然想起个事情。 我们的老族仙女人员本来是狂击甚至到处暴力。 我们的处于暴乱会在这修令不定, 开始穿衣服穿裤。 这是好事情。 是人类伟大的进步。 这也可以说是人区别于。